Hey guys, this is Yasmin, and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again 身边姑娘们的爱情故事 这十几年来真的是听了一大把 每次遇到各种感情问题 我都会被拉来协助分析,分享几题思路 岁月把我归纳出这五种海王 今天呢就必须的 不遗余力的跟女生们分享一下 并且教会大家这五种 扎法要怎么破 从扎门给这个梦里把你们摇醒 第一款 海王图鉴之地重就轻 这款人他通常会逃避你们之间 彼此的身份或者是关系 表现形式就是天天搞暧昧 从来不表白 他会让你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普通 但是仔细想一想 他似乎又是那么的普通 每天在这边 宝贝,早儿,知道了吗 你在干什么呀 有没有想我 等等等等 多数除了聊天 根本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做得你上钩 他的成本无非就是自己无聊的时间 第二款海王图鉴之 预言未来 预言未来 这个是销售技巧里非常常见的一种手法 一方面会在建立之前 想好你所有的反应 然后设题怎么回答你套路 然后呢 一方面给你畅想 因为这个产品会给你生活带来的改变 促使你消费 我觉得这个手法 海王们真的都是无视自通 听过的故事也真的是局不胜局 某男A 刚跟我的朋友认识不久 就开始化起了他的大饼 真想带你去西藏玩 冷逼过带你去吃四后菜 真想和你一直就这样搭着 还有更夸张的 某男B 也是没有认识多久 竟然问 你说我们两个如果有狗啊 会更像你 还是更像我 bro 就他这几天呢 就跟这儿谈孩了 别怀疑 不是结婚狂 就是一海王 只是可能对方 他这个颜值确实是挺扛打的 而且又特别会聊天 会找到你的视听 让你丧失了判断能力 然后心存侥幸 觉得自己可能是那个例外 所以可能人家海王 跟你梦支了一半 还没吃完呢 你就急后拉后的 把人家下一半也给支好了 并且义无反顾的 跳出去 第三款海王图间之 重要节日逃之遥遥 他们通常会在2月14号 5月20号 七夕啊 这种节日消失不见了 之后呢 对方要么解释说自己工作太忙 忙到已经忘记过节了 要么就会淡淡的补一个 不好意思 亲爱的 情节快乐 问有甚者 人家支支不提 就算你跟他去高通这些事情 人家也是非常非常的回避 让你静下心来想一想 对哦 我们两个又没有确定 这一切似乎非常说得通 没错 就是第一款海谷 你最后就憋了半度的火 半度的委屈 在气到增深 睡觉只能平躺 第四款海王图间之 不闻不闻 忽冷忽热 不闻不问啊 不是指了你的吃喝拉撒 而是说你的教育啊 经历啊 收入家庭啊 等等这些他都不在意 想想他如果真的是 希望给你走向婚姻 让你有一天 挪为他的孩子妈的话 他是会比较在意你的家庭 你的成长环境 包括你的三观等等 反过来想 你在看一个男性的时候 他这个脸好看 眼能打 就是走向婚姻的唯一标准吗 看脸就行了 弹幕站出来 我送给你一个 这个 另外什么叫忽冷忽热 要么不联系你 整一天这个人要无音讯 联系你的时候 不分时间莫名其妙 因为你出来都是临时期 对你没有什么安排或者计划 借口呢 就是自己很忙 没有大块的时间 这些几个小时以上 不回应微型的 如果他不是飞行员的话 要么他手里有两个微型 有你的那个号 人家还没登呢 要不然呢 对方确实 他可能是看到了你这条信息 但你对他来讲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所以人家就没着急去回复 慢慢的 慢慢的 他就沉到了底下 第五款 海王蜂兼之 恩为铺垫 比如时不时开车的 某男C 他逮着机会 就会给我朋友发一些 有暗示的视频 再要玩开个黄枪 试一下我朋友的底线 这款海王 没有确定关系 就会在电影院 拉女生的手 故意与女生去混乱的酒吧 有意无意的 去制造一些 什么肢体触碰 就是利用 有些女生 没有勇气拒绝的 这个弱点 最后甚至有些姐妹 头脑发热 莫名其妙 还跟对方发生了关系 我天我真 恨不得给这些海王 飘过去千万个耳瓜子 上面说了五款海王 大家中了哪个 可以弹幕走一下 接下来呢 重点来了 跟大家说说怎么破 先说避重就轻 不正式关系的第一款 当他叫你宝贝的时候 你可以比较平静的 跟他说 哎呦 这样挺顺口啊 看来有挺多宝贝吧 让他心里稍微有点舒 而且也把你们这个关系 给拉开一点 他要是真的在意 你就不会因为 你的暗示和调侃 这样转身走掉 而是会去调整自己的方式 第二款 在他跟你预演未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打断他 跟他讲 我们还是活在当下吧 现在我们连男女朋友都不是 怎么就能想那么远呢 或者你可以挑一张 他曾经画过的饼 比如说 哎对了 之前你跟我提过那家 四旁菜 我这周末刚好有空 那你来定位子吧 一般海王是比较难落实 但是对你真心的人 他会非常的高兴 努力面的更好 把自己从发饼派 变到行动吧 第三款 像这种情侣类的节日 打哈哈 其实女士也没有必要 在那憋着 就憋那口气 想着他不给我发 我也不给他发 可以先发信息 祝他情人节快乐 然后问问他今天怎么过的 但是一定要表论自己的立场 要么两个人可以尝试真诚的相处 要么别耽误了我们的时间 相信我 这么重要的节日 真心喜欢你的人 他是绝对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去表现他自己的 第四款 这种忽冷忽热 不闻不问的 如果他临时起意的约你 你真的很累 没有时间 不方便的话 其实是可以直接跟他讲 直接回绝他 让他看到你的底线 并且告诉他一个 后面你有空的时间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可能性啊 就是这个男生比较习惯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就也会导致是一样的现象 但也不排除如果真心喜欢一个人 就会自我成长 变得更为对方考虑 所以取决于女生 是不是要给更多的时间去判断一下 他到底是海王 还是一个相对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不过确实是 读决于自我为中心 是不是要给更多的时间看 他会不会有成长 最后一款这种跟你开车的 第一轮曾经有说过一句话 非常的错误 他说你想想 如果一个男人面前站的是 他觉得他未来的孩子的妈 他会对这个女性 有很清楚的态度吗 两个人的关系 根本就没有到一个很深的地步 就随便开车 只能说明他是一个 对女性极其不尊重的人 起身转头离开 没有必要花任何任何的时间 在这种人身上 过很多女生是这样的 技巧掌握的不少 然后喜欢上一个男生 一旦发现他是海王的话 就明知山友偏向五山行 还要帮着海王给自己织梦 这些小伙伴一定要记得点关注 后面会来分享如何自救 也希望这个视频能被 还没有发现海王真面目的节目 看到早行早败了 OK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Love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I'll see you next time